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这个法官法或司法官法呢 我个人在1998年 1999年都有提出草案 只是那个时候的氛围 大家对这个没有兴趣 那时候大家对这个没有这个氛围 所以大家没有讨论 所以我这个案件呢 一摆摆了十几年 摆了十几年 这次呢不是我不早提出来 是因为我是三月才补选 补选以后马上我就提出来了 补选完毕以后当选马上就提出来 我想事实上台湾的司法改革呢 应该是从1989年 我高兴务检察官跟我们这些司法改革派 带动台湾的改革 那个时候有些要改革的地方呢 好比说指派首长的问题 不是很公正 这个变成说好像是有点控制 用人事来控制的迹象 第二个分案呢 分案也可以分给谁分给谁 没有轮分呢 或是流水 好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任期的问题 首长只要一当任 一当检察长或当院长 或当庭长 一辈子干到底 只要你听上面的话 没有什么闪失啊 没有疏失 办得好 听得好 那就做到底 一直做到老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些 这样就任期制 还有第四个呢 预算没有独立 预算没有独立 那么在我们司法改革派啊 冲撞之下 甚至牺牲大家的 像李子春假的官 被记两个小过耶 那我个人考基有一致被打平等耶 但是我们是无怨无悔 要改革就要改革 这就是千区大业 那现在这前面我刚才讲了几下 都现在啊 都已经达到一些初步的完成 像预算的话 现在只能加注意见 所以我们在司法来讲 我们是老实讲啊 我们的努力跟打拼啊 有点代价 但是啊 我想这个检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在这个民主 台湾跟大陆 中国可以比的 就是我们的民主人权啊 我们的判例 我们的民主人权 将来能够胜出他的就是这一点 民主人权 这非常重要 所以呢 有的检察官也好 有的法官也好 在办案的过程中耶 不遵守法律耶 甚至于态度不好 甚至于没有证据价值的啊 应该叫罗知其罪 这一点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哦 老实讲我们身为民主国家 这一点人权的保障啊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几年啊 也透过了一些 这个监听啊 或者是说调查的方法 证据价值的取舍 都有一些法律的规范 但是呢 因为现在台湾的民主还没进到那个程度啊 行政官僚系统有时候要控制啊 有时候还是有点轨迹啊 尤其啊 遇到选举的时候 那更是乱成一团耶 啊 办男不办女 办女不办男 那个声音都有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好好检讨 事实上这个行政 为什么今天我要提司法官法 我请各位千辈同仁啊 我是本身啊 我也是执法过来 我深切了解 这个感觉想了很久 我说检察官为什么 还要给他有至少准司法官的属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看日本 全国首都一件 就那尖戈全岛事件啊 就是那钓鱼台事件啊 你看那个国家民主到这种程度啊 中国还要放人就放人耶 那个仙谷游人 长官我看到一斤的杀力打 他说他被认命啊 全力来处理啊 到时候还是放人 检察官还是听话啊 所以行政力量啊 无所不在 行政力量无所不在 你一个检察官 今天如果 完全把它赋予到一个行政官的色彩 那是大灾难 我告诉各位 是大灾难 每一个行政人士 每一个政治人物啊 都想要操控司法 当做工具 那如果你没有给他准司法官的色彩 我们可以从证据上面的 找这个规范 证据法则的规范来限制它 但是我们啊 不可以说把它变成没有司法官的色彩 那如果变成行政官的话 我说啊 台湾的司法又变成了人事控制 还有这个呢 这个案件控制 换句话说 我们的职务独立跟身份保障啊 又会付诸空谈 所以我提出这个司法官法的意见 就是说 即使大家有共识 需要说 有个法官法 Licht 德文叫Licht 比较好听 叫司法官 大家控不清楚 那司法官什么叫司法官呢 有些讲说 那这个 光复人也是司法官 他说弄乱了 那我认为啊 至少啊 要准用 到准用我还可以接受 准用还可以接受 其实我当检察官 将近十年了 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所以啊 我们提出 我提出这个查案了 只有七七条 我最重要强调就是 职务独立 其实职务独立 法官会员的功能 要加强一下 身份保障 人省会的身份保障 还包括我们 这个其他的 评鉴方面的 那至于说 我还很强调一点 就是考基制度要废除 考基制度啊 因为考基啊 虽然是有考成奖金 考基奖金啊 有检察官啊 年终的时候啊 可以啊 增加一点收入 但是 这事啊 不是很严重 不是很正确的 真正考基制度 如果你把 法官分成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啊 那这个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我说 你可以用评鉴制度 评鉴 你不试任 你评的操作不好 你不敬业 或者说 你这个 平常办案啊 这个啊 草率 办案态度不好 或是内容不好 你个人也可以提出来 那么 评鉴委员会 也可以提出来 那么评鉴委员会的组织啊 我是希望啊 稍微比较中立一点啊 稍微扩大比较中立一点 也不要说 全部是 官方 或全部民间啊 就大家啊 也不要全部 民间也不要全部官方 啊 就是说啊 再要达到一个公正的态度 啊 评鉴委员会 那至于有没有职务法庭啊 那这个到时候啊 老实讲啊 我们大家再来研究讨论啊 再研究讨论 所以我今天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我替检察官呼吁 而是说 五千年来啊 这个中国官僚的余毒啊 到现在都还没全部消灭 你看一下 日本这么进步的国家 你从这个钓鱼台世界看得出来 说放人就放人 你看我们国家那个检察官也是啊 办一个外国大陆来的啊 几小时内就放人 还是有政治力 所以我说 像这个时候 就大家要考虑到 绝对不能完全的变行政官 变行政官 对于宪法上保障 检察官也是受过司法训练 也是一个准司法官的 大法官解释的色彩 也除去啦 一起受训 那最后呢 我们这个检察官的中立性 独立性呢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今天呢 提出这个司法官法草案 就是我 不是说我今天才提出来 我在1998年就提出来了 只是说我 后来因为啊 转战县长失利啊 有一任没有做了 所以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这方面啊 都是很关心 但最终要达到民主人权的价值啊 行政不要干涉以外 我们这个办案 一定要坚守人权 不要旧冤未雪 心冤又沉 我看到很多 这个检察官啊 胡乱 政绩都不够就起诉 到时候一定判无罪 我一看就这么 听说啊怎么样 都传闻耶 那个提出去的话 你论告就 就输掉了 就输掉了 所以这个啊 我觉得啊 财政要严谨 财政要严谨 绝对不能啊 陷入人于罪 罗之其罪 所以民主人权 人权保障啊 我们摆第一位 那么呢 我们检察官的 办案独立性 这是对人民有利的 我们要支持 不能变纯粹行政官 这是我今天呢 来这表达一下 谢谢各位的指教 谢谢